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术爱好者艾瑞来自美国 一年前来到中国学习传统武术 实战派拳师赵庆弘来自澳大利亚 修习中国传统武术二十多年 实战 积极 没有规则 这才是我心中的中国功夫 一位体育记者 两位武术嘉宾 只为寻找中国功夫 敬请关注体育在线 特别奉献系列纪录片 体验真功夫 来流去纵 甩手直冲 攻守同期 永春拳法科学合理 以巧至胜 寻巧 标志 小念头 永春拳简单易学 却变化无穷 闪耀大荧幕的永春拳能否适应实战 传说中的女人拳又具有怎样的破坏力呢 我是Eric 是个练中国功夫不到一年的新手 我是赵锦弘 惜我二十多年 尽重实战 我是记者颜飞 一个完全不同的武术的普通人 我们将亲身体验 感受永春拳的实战魅力 说起永春拳 最著名的人物就属叶问了 永春 叶问 电影里描述的民国时期 佛山武风盛行 武管林立 叶问是当时佛山著名的功夫大师 直到56岁 他才离开佛山 为了体验永春拳的魅力 我们来到广东佛山 叶问 1893年出生在佛山 师从陈华顺系练永春拳 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叶问 把现代科学知识 与传统拳法进行结合 他把原本口口相传的拳法 进行科学解释 让永春拳更加简单易学 1949年 56岁的叶问到香港开班授拳 把永春拳传向世界 1953年 叶问正式收李小龙为图 艾瑞克曾在美国学习节拳道 建造李小龙的照片 他就开始行李 这什么用选拳道 这是一个高准工作 就是说他们所有结枕道学员在上课之前 面对李小龙一向做出的一个礼拜动作 你看这个动作很有意思 比如说它的姿势很多是来自永春 你看它们抱拳要这样抱 它有手法 对 手法这个叫拳手 这都是永春拳的动作是吗 对 永春拳的动作 因为永春拳就是结束料的基础 但是我学的时候 没怎么结束到永春拳 所以我来火山 这次已经要抓紧这个机会 多学一样 佛山历来五丰盛行 是中国南派武术的主要传承地 永春拳 蔡里佛拳 红拳等 都发源于佛山 但来到佛山 我们没有看到一点功夫的影子 这里不但没有武术学校 连公园里都很少有练武的人 到哪里去寻找永春拳呢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精彩的武师表演 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在很多功夫电影中 武师都是功夫的一部分 电影里的黄飞红 甚至把武师当作一门武艺 这些武师的人 会是我们想要寻找的武林中人吗 您好 您是这个武馆的师傅是吗 对对对 您怎么称呼 我姓梁 姓梁 梁师傅 那咱们这个狮子跟功夫有什么关系 狮子跟武术是分不开的 如果你没有武术那个底蕴 你没有那个扎实的功夫 你拿起那个狮子 走都不会走 梁伟志是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因为对功夫的热爱 业余时间 他开办了一家武馆 教授永春拳 也组织弟子进行武师表演 真是很意外 就没想到这些武师的师傅 就是来自永春武馆的 我们那么想找到永春武馆的人就在眼前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跟他们好好交流交流 我们两位嘉宾他们也都练过功夫 你觉得他们能胜任这个武师的决策吗 应该可以的 那你们要不要试试 我这个特别好玩 我一直想试试 是吗 那好吧 那我们找个地方试试好不好 好啊 我要练的话 我觉得应该穿起来很厚的 很棒 好啊 是看起来可以吗 可以吗 来可以 现场就算了 我先试一试给你看 对对对 这里头这个 这个它是怎么动的呀 那这样 这个要拉一下 哦这样拉一下是眼睛动了 然后嘴巴是这个手在那动是吧 我觉得这个狮头最重要是把狮子的这个机灵劲把它展现出来 你还行吗 里边真的很热很闷 而且有一点愁 有点愁 但是我从第一次看到这种狮子舞我一直想玩一玩 虽然有一点痛苦但是很好玩 有点硬 受不了了吗 你俩已经 太热是吗 闷哪里边 正桑拿一样 看到他们这个武师的场景 我就马上想起了黄飞鸿电影里面那些武师的一些比拼的一些画面 然后我就想这些狮子能不能通过实战来展示一下他们有没有实战性 我感觉根本不能打架 因为什么 第一什么能不能看不见 第二 你可能你的头是这样子的 你只能用腿 我觉得很奇怪 那个电影里面传言 那个电影里面传言 对 那是真的吗 真的 真的 真的有这样的事 等于说用这种狮子的形式来切磋比武 对 那现在还能用这种狮子来切磋吗 应该近代来说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来中国能捡到一个很正宗的勇春拳师傅 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我真的很想摆他为师 跟他学一点功夫 梁师傅答应了艾瑞克学拳的要求 我们也随他一起来到了韦制拳馆 这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拳馆 位于佛山南海区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 平常有二十几位弟子 跟随他练习勇春拳 到了一只武馆 看到他武馆有一定的一个场景 我还是很失望的 因为是一个比较阴暗的一个地方 然后面积也不大 所以说我也是比较怀疑 艾瑞克或者是我们能在这儿 看到一个勇春拳的什么东西 这个武馆更多是办玩票的性质 他们盈利很少 因为收费也很低位 一个学生的话收几百块钱 但如果你租个场地的话 一个月加水电 攒住在一起都几千块钱 所以来讲 几乎它不是完全太盈利 刘永峰 佛山科技学院教授 对永春拳有深入研究 现在佛山也有两百多间 这样的武馆 佛山一个很大特点 就是它本土人练武 很多地方是说 吸引了外地的人来 本土人不怎么练的 你看整个佛山间 那有十万人在 就是平常习武的都有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梁伟智把很大的精力 都放在了武馆 业余时间 他都会在这里教权 艾瑞克虽然只是短期学习 但他仍然要严格遵循 就是武馆的力 你这个师兄呢 你好 跟师傅很长时间的 跟师傅有二十多年 是吗 对 你跟师兄学一下开马动作 还有还有那个呼吸跟样子 到时候师兄会告诉你 好 拔开腿 拔开后脚跟 为了检验永春拳的实战效果 我们决定 让艾瑞克在这里训练几天 最后通过一场实战 检验他的训练效果 而我和阿龙决定到别的拳馆看一看 希望找到更多永春拳高手 在梁师傅推荐下 我们来到了佛山最大的私人拳馆 彭南永春拳馆 每年暑期都会有很多孩子 在这里学习永春拳 这有那么大的慕人装啊 对对对 这是永春拳的慕人装 多高啊这个慕人装 这个三比三高 三比三高 这是国内最大的吧 应该算是慕人装 它是一个比一个对手来的 无师无对手的时候 敬与庄中求就是这个概念 敬与庄中求 用敬字 或者用庄来求这个对手 慕人装 是永春拳的训练器械 它用四肢木棍 模拟了人四肢的位置 通过练习慕人装 可以将永春拳所有的手法脚法 柔和到搏击中去 增强席练者的实战性 吴国健师傅 是彭南永春拳馆的副馆长 席练永春拳近30年 为了体验永春拳的实战性 我们向他提出了切磋的要求 据我对永春拳的了解 这种拳法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非常省力 它所有的动作都是在面前的 一个很小的空间内完成 它的发力距离非常短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 是它的频率非常快 连贯性非常强 第三个特点呢 是它跟北方拳 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北方拳往往有一个轻手 一只重手 两只手分工不同 而在永春拳里呢 左右手的动作呢 就非常平均 这次通过跟吴师傅切磋 我就想看一看 永春拳的实战能力 到底如何 赵继龙来自澳大利亚 实战派武术家 沿袭中国武术多年 擅长中国北派拳法 我认为这一圈会得手 但是呢 突然很快的往旁边 用腰马往旁边一摆 让开了 让开了 但是让开它这个让开 跟普通的让开相比 它的动作比较小 这个转马呢 就可以把受攻击两遍 减少了起码一半 对 对 对 加上手 加上手 对 因为这个呢 如果我这个不摆动的话 就是你摆动更快 它有很多变快 如果从永圈的快 就变成这样 对 所以我就 对了 所以我就这样让大了 然后把这个 中间距离拉开了以后 它就打不到了 对 如果它在收的时候呢 比方说现在它这样过来 就变成这样了 现在它可以打我 就变成这样了 最后就是利用这个空间 打进去 这个是永圈圈的摊打 一个摊手一个打 这个是日式冲拳 看你躲那个腿的时候 那个手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是叫什么手 一般说是扶手 扶手放 下面的拳 或者下面的腿 都可以用扶手来 对 对 对 刚才还有一下 最后的那一下 很奇妙 忙手挂拳 里面后仰的跨 你就不到的 连我这样就到了 我这个就会按了 是吧 这个挂 其实我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挂 当时这个已经打到了 就是这个小臂就是一个圈角板 对对对 按这边就这样 对了 按这边就这样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我快要切错 能不能 教我一些就是 切错里面会用的东西吗 你说对方一拳打过来 这就绑手了 这就绑手了 绑手的变化 挡住之后 抓哪里 反关节 还有了 直接打 很多变化 这就是实战意义了 圆了 手都圆了 它的腿部很好 因为可能是北排 那个时候 那个腿部很好 对对对 很难很难上去的 南拳北腿嘛 就是可能这个是这个道理 但是明显一靠身的话 就是它的节奏 就比我快得多 南方拳呢 它们长于巷子 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 靠拳法取分 然后北方拳呢 喜欢大开大合 在宽阔的场所 用拳脚 这种混合型的进攻 进行取分 和大家的这个利益不同 所以说出来的效果 对对对 优势就很 大家都很明显 永春拳的技机方法 简单易学 却变化无穷 彭南永春拳馆的吴师傅 和韦智拳馆的郭师傅 都是永春拳的传承人 技法却略有不同 这也是永春拳传承的 独特之处 永春呢它的计划 比较简单 这样的简单呢 也就为他们后头的 在永住这个计划 形成各个支派 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永春拳的流派虽多 但根基仍然一致 大家都遵循着 尋桥 标指 小念头 三套拳法 和扶手 绑手 贪手 三种手法 在他们的拳馆里 悬挂着不同的尸城原流图 但图的顶端 却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 梁赞 关于永春拳的起源 有很多传说 但有据可考的 最早的永春拳宗师 就是梁赞 梁赞 生于1826年 人称佛山赞先生 被永春拳门人 推崇为一代祖师 正是因为他的传承和推广 永春拳才得以发扬壮大 相传 在梁赞之前 永春拳一直在乐剧灵人之间传承 而清朝的乐剧戏班 都居住在 被称为红船的大船上 现在也有传说 永春拳所用的木人桩 就是由船的桅杆演变而来 而他们使用的六点半棍 就是撑船用的木糕 红船的以前的师班 要撑船的 所以就是那个船棍 这样撑 撑上来它要练功夫 就把那个棍子拿出来 练当武器这样练 所以我们永春拳的六点半棍 是长一点的 是两米半长的 割 砂 枪 弹 钉 钉 挑 半圈 六点半棍 是永春拳洗练者 经常使用的器械之一 长七尺二寸 底端粗 顶端细 这套拳法根据当地独特的地域特点设计 把永春拳的积极理念 充分融合到棍法中 相传正是因为梁赞 把这套棍法引入了永春拳 它更是将六点半棍练得出神入化 那么当时梁赞就是已经有名气了 他为了更好的名气 就在他的战胜堂做了一根棍 这根棍上面扎了花红 闲赏 所以把他棍打落 就赏这个文银五十两 因为活山这个地面 各个全派都知道他厉害 就没人去挑战他 有一个武士叫黄徽龙的 这个黄徽龙也是有来历的 他父亲这个黄景兴 是俄眉派的哲传弟子 所以他的盘龙棍 在江湖上是很有名的 那这一笔棍 事实上也就几个回合 连战就把黄徽龙棍给打飞了 所以打飞他还是觉得不服 这个打飞也是力量嘛 这黄徽龙棍叫徒弟 拿七个橄榄出来 变化七种不同的步伐和手法 把棍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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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打 打完以后发现 其中六个橄榄全部都碎掉了 第七个橄榄是有一半 从中间裂开掉成半 全部死的是暗镜 别人家桌面是好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在梁赞的努力下 永春泉发展到一个空前鼎盛时期 成为中国南派武术的一个重要代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叶问在香港广收门徒 更是扩大了永春泉的国际影响力 锦他的弟子梁亭就已在六十个国家设立了超过四千家分支机构 永春泉已经成为传播范围最广的中国功夫之一 永春泉在国外传播的很广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它的内容很少 它只有三个套路 每个套路用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可以打完 也就是说它的内容很少 第二个原因是它的直线性思维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它强调的是从A点到B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它所有攻防都是在最短距离中完成的 在这个前提下它的这套思想和训练体系 就非常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 所以说它在海外的生命力很强 经过训练 艾瑞克对永春泉的基本技法已经有所了解 他也基本完成了多十分的要求 这种短期训练能提高艾瑞克的实战能力吗 我们将通过一场真正的较量来进行检验 艾瑞克·奎雅德 来自美国底特律 初学中国功夫 擅长截拳道菲律宾短棍 艾瑞克的对手阿斌 是梁师傅的德意弟子 学习永春泉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一 二 三 开始 有时候你很被动的 就是你要看他的手怎么样 你再出 这样过来的时候 打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些手吗 是 这个手上去 这样上 一 二 三 开始 打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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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动作刚刚做得不错 好 谢谢 等一下 如果他的手 从这边来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要这样 对 对了 把他的手 好看 好 不错 不错 一 二 三 开始 准备 后 准备 二 好 二 二 二 打得不错 进步很大 你还能把那个冲拳打出来 对对对 还好练啊 好传练 我在那个武馆的时候 我觉得我真的学会了一些很有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实现在我决错的时候 而且我决错的时候 我觉得是感觉到进步了最快 因为我能用一些他们教我的东西 而且这样学的话我觉得非常有用 我希望我还是有机会多一点学习这种工作 在我们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 Eric利用最后的时间再次来到拳馆 Eric在师兄们面前仍然像一个小学生 我们此行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解开 据说永春拳是由严永春所创 非常适合女孩洗脸 那么女孩洗脸永春拳真的能事半功倍吗 这种拳还适合你吗 适合 对 它那个费劲不大 相当于练了一个女子黄身术女孩 对对对 它可以吗 你试一下 我来试吗 你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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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伙如果是一个不礼貌的 我会大大肩膀 然后你会怎么样 我们试一下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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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喉的感觉怎么样 锁喉的感觉对啊 平常有练习吗 这个两两对空 这个 我们手这个时候也是 一支一支手 就是练 就是练练收紧这个练 对 如果做完事怎么知道 就是这样子 一转嘛 一切 哦 在整个采访泳春拳的过程中 其实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我挨打的一下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在各个泳春拳馆里面 看到那些练习泳春拳的孩子 他们脸上那种笑容 因为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练拳 他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看到这个场景让我觉得 泳春拳中国功夫是很有希望的 练习的时候会有时候会累一些 但是呢 会累的觉得挺 还是会很开心的 学了就感觉勇敢的挺多的 哦 以前就比较胆小吧 你刚刚高考完 对啊 考得怎么样 有点超出水平 超出水平 对 有没有想过到了新的环境里会教你的室友 在你的同学内 我觉得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那是肯定 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叫他们过来我们管理学院 现在的佛山虽然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都市了 但传统的中国功夫在这里仍然充满活力 这里的人们并不以此为业 却乐在其中 功夫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将继续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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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